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呢 教了很多方法 一般来说 座位就可以了 端座位 筹略低 这个压力 冲洗率不要太大 因为冲洗率大的事的话 也会导致这个什么呢 联盟的损伤 另外 冲洗率频率不要过高 冲洗率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如果过大压力 过贫或者时间很长的冲洗 也会对鼻子产生损伤 它的鼻子上没有恢复时间的话 你的功能也恢复不了 冲洗率液体很重要 有生的盐水 有各种东西 现在看来一定要看病情 如果这个鼻子是炎症 肿胀 分泌有很多的时候 建议用高肾海水 高肾海水有很多种 它的浓度不能超过2.3 如果用等肾这时候 是起不了治疗作用的 如果鼻腔干燥的情况下 尽量就不要用高肾的了 这时候也不要冲洗了 喷鼻子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海水呢 有一些冲洗可以带着一些药物 有一些手术后的 甚至有些鼻腔比较严重的 还是需要什么呢 这个带有激素的 或者带有其他药物的 这个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根据不同的情况用 自己不能耐用 有些人呢 用自来水是不可取的 因为自来水里头啊 有很多这个露气了等等 化学东西会刺激的 啊 有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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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呢